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 我是你的好朋友天天 今天的空中留言板 要和你一块来分享的是青春 你怎么看待青春呢? 今天的空中留言板 我们的好朋友Apple 他要跟我们聊一聊 他对于青春有什么体会 就这样,时间来到了十年后 我们从高中生到了社会人世 看着以前,心中想着以后 不知道再一个十年的变化 自己是否能够承受得住 各奔前程,肆无忧 短短一个晚上,想把十年的空白给补上 不留痕运,希望没被试破 许多熟悉又陌生的面孔 唤起脑海中一幕幕以前 学生生活的点点滴滴 有人感慨很多 也有人什么都不记得 英语话剧,青色的岁月 毕业旅行 拉拉队比赛 羽毛球,排球,保龄球 考不完的事,读不完的书 永远睡不饱的每一天 补习,友谊 当然还有老师们 这些年社会的历练 把我们训练得很好 少了羞涩和客套的开场 待人接物,分寸的拿捏 让彼此惊觉 我们长大,成熟,稳重了 这群平常叱咤风云的同学们 为了男孩时代心目中的男人 齐聚一堂 也就是老师 老师过失一年了 和师母一同用欢笑和泪水思念他 师母最后说的没错 老师有你们这群学生 真好 青春,又一次在每个人身上 用不同的方式留下烙印 逼得你从嘴里突出 感慨,二字 并思考着未来将如何 未来 是啊,这是一个沉重 也有点深奥的话题 但愿掌管明天的上帝 让我的好朋友们 在这条路上 走得踏实 走得无虑 年纪小的时候 时间总是赶不上我 我等呀等呀等呀 它总在后面慢慢的梗 渐渐转 渐渐长到你以后 时间开始对我认真 我平呀平呀平呀 我们俩又是输赢不分 再过几年纪小的梗 时间跑到我的前头 我追呀追呀追呀 它却在前面头也不会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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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等我 我有话要说 有话要说 请你 请你 告诉我 人生应该怎么过 这首歌曲是天运师班 所创作的《请问时间》 每次听这首歌 我都觉得好有意思哦 歌词呢 真的是把我们对于 时间的那种感觉 表达得淋漓尽致 小的时候呢 我们觉得时间过好慢哦 我们要等待等待 可是当我们长大之后呢 我们又不断地去追赶这个时间 甚至觉得一天24个小时呢 实在是不够用 对天天来说呢 我觉得关于时间 有三个很重要的观念 第一个呢 就是面对昨天 我们要学会感谢 不要活在昨天的阴影当中 对于昨日 我们要感谢 所以今日呢 我们就要努力地 面对我们的生活 在圣经里面 有一节经文说 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直跑 这节经文呢 告诉我们说啊 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告诉我们 不要活在 昨天的阴影下 要在今日呢 努力面前 向着我们的人生目标 来直跑 我们努力面前呢 也不要活在明天的虚幻当中哦 当我们在今日追求这个目标 往前迈进的时候呢 我们更要学会把明天呢 交托给上帝 所以呢 有一节经文告诉我们 你所做的要交托 耶和华 你所谋的 就必成就 告诉我们 明天的事情 不是我们能够掌握的 因为我们只是凡人 我们不是上帝 我们可以努力今天的事情 我们也可以为明天做准备 但是明天到底如何 我们仍然不知道 所以我们要把明天交托给上帝 就不会活在明天的忧虑 恐慌或者是压力之下 关于时间 这三个是最重要的观念 对于昨天 学会感谢 不要活在昨天的阴影下 对于今天呢 要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而对于明天呢 要学会交托 在时间的观念当中哦 如果我们能够活出这三点呢 我相信对于时间 你一定不是觉得很有压力的 而且你也会懂得 怎么把握清晨 这个青春一去呢 不是不复返啊 也不是青春消逝了 而是这个青春呢 会内化成为你 生命的一股热力 带领你呢 不断地往前迈进 当然啦 我觉得所谓的青春呢 也是一个人 活出来的那个生命状态哦 所以我真的觉得 老呢 觉得不是年龄哦 而是呢 他这个人的心态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 长保青春的话呢 心态就很重要啦 而圣经所带给我们的 时间的观念呢 让我们呢 每一天都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那这青春怎么会消失呢 青春就会永远在你的生命里面 促使你呢 不断不断地往前迈进 对你而言 青春是什么 希望你也愿意跟天天分享哦 我们下回空中再见 拜拜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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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等我 我有话要说 我有话要说 请你 请你 告诉我 人生应该怎么过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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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等我 我有话要说 我有话要说 请你 请你 告诉我 人生应该怎么过 请你 请你 告诉我 人生应该怎么过